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在這裡為你做現場LIVE的播出 那麼我們有好的股票 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黃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那麼今天在昨天 這個大力的拉台400多點 那漲多了嘛 當然就是上下震盪 今天剛好也是選擇前的週結算 那麼所以他在上架這個 起步很正常 反而是貴買這邊比較強一點點 這個行情就是說再創新高 可是創新高之後 很多股票是相穩的往下下跌 所以你在顯股上 一定是顯低基期的股票 而不要顯高高在上或者拉回 你認為它還會再緩難 這個都不對 我們顯的股票一定要顯比較低基期 從底下冒出來的 那這種抱起來很安全 萬一回檔你都不會受傷 現在你要在指數到了2,500點以上 800點了 你一定要考慮到風險的因素 就是要考慮到風險跟報酬 那我買的股票就是 根據這樣的一個 選擇股票的哲理的一個邏輯 我選擇了 這一次選擇了鴻海 119開始買進到現在做細報 這個就是一個顯股的觀念很重要 觀念哪對 就賺錢嘛 觀念哪對做國標就買 還買房子買賣子的嘛 那觀念哪對 不好意思 我贏 那另外的 廣達我會跟你講 我出掉了 2382 廣達我出掉了 我跟你講我出295塊出掉了 跌破五日像我一定會出掉了 那中美金我們在高檔有賣一半 下來我們在 還準備要再接著5483 今天也抗疊 他在這邊 他會類似這樣子做完以後 才會攻上去 做完以後才會攻上去 到MACD上來 因為投資滿了這麼多 基金滿了這麼多 這一次完全外資在砍的嘛 被誤砍了嘛 他本益比很低嘛 賺17塊 明年 今年會更好啊 他們董事長都出來講話了 說這個不對啊 對不對 這時候比較長線的操作 我簡直把廣達除掉 因為我有操作的哲學就是說 股票不能買太多太雜 太多太雜 很容易會傷到自己 大盤其實向上沒有問題 但是顯股上 確實要會很大的腦筋 像我們這一次選擇的台積電 所謂的供應商的聯盟 裡面有一個叫做雷科 Coffice的概念股 我在昨天把檔一半 6207 從42塊8毛買進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到今天 他也沒有完全掛掉了 今天回檔了 還沒有破五路線 所以他來補這個切口 這個還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高檔 因為昨天爆了這個天量嘛 所以我出一半是對的 你看 出一半 出一半部位的一顆6207 今天爆量太大 這是量價的問題嘛 誰在供應籌碼的問題嘛 我們從買進42塊8毛 4月2號的時候買進 時間點9點07分 收盤漲點板 沿路的上來 因為我認為說Coffice概念股裡面 有這個設備廠 雷科有設備廠的 半導體的設備廠 它是跟德國買購買 然後台積電認證 所以這一波 我們也算是很幸運的做 這檔股票45% 直系的下去 賺45% 只有到昨天為止 4天的 老師你怎麼算45% 因為股價是從底部上來 你的成本是42塊8毛 一除外45% 要這樣算 雷科代理德商 Coffice設備或台積電 公車股 很清楚 我買的股票 觀念很清楚 就是台積電供應商 還特別強調低價的 你不要去買高價的 高價很容易套到 套到你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現在整個行情在這邊 當然受美國股市的影響 美國股市 但是Inmedia沒有再創新高 那今天晚上8點半的時候 要公告美國三頁混的 消費指數CPI 還有公告美國的三頁混的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當然每次公布的時候都大漲 不是開地走高 因為但是現在有一個因素就是 石油價格高漲 因為中東的情勢不穩定 石油價格的高漲 還有他們美國的汽車的 這個房屋的銷售相當不錯 造成這個耐久財購買力很強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要降息 就相對的難了 所以你看殖利率一直高 高而不退的原因在這裡 那高不退就表示 降息的機率很少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一度坐上來 還有另外一張低價的金豪 五十四塊跟大家公開推薦的金豪 這個都是有原因的四五十塊啦 就像我以前跟你推薦TVC1522 那時候也是四十幾塊啊 但你現在不要去追了 現在不要去追了 現在已經五十七塊多 你不要去追 我當初推薦的時候 是從這邊開始跟你推薦的 那時候很低啦 因為是低低起嘛 金豪也是一樣 同樣的道理 我給你推薦同樣的道理 那目前你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類股上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在眾多的類股 藏領版也很多 可是這些藏領版很明顯的看到是 民不見真團 都是小錢股嘛 除了一剛威剛漢磊上前之外 威剛這個 等一下我再拿資料給你看 那這個另外的漢磊是第三大半導體嘛 那你看跌的呢 跌得很慘啊 就是前幾天有大漲的股票 今天說呈現一個跌勢 跌勢包括這個雙紅也跌得很大 43塊 我跟你講說紅色不能買 有沒有 對不對 3131 等一下 我有跟你講啊 這個不能買啊 1000塊我就跟你講 不要買這個啦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上市的部分 上市的部分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市的部分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哪些比較強的 上市還真的還比較多一點 那就文業這是我以前做過的 它也是跌很深才緩彈 雅航 這個是金工蓋內骨 這個金工蓋內骨 國壽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保瑞也不是轉強 那我們從這邊得到一個概念就是 昨天的雷虎漲點板 今天的雅航漲點板 那你就要找金工這一塊 是因為520塊到了嘛 對岸的習大大 天天在那邊給你 虎你啊 打你啊 武統啊 不然就回去跟你鬧台啊 不管你地震不地震 真的是沒有人性啊 對不對 那你就要想到 雷虎 雅航 那你要想到幾檔股票 第一個要買有業績的股票 長榮航太 今天這個是不是低級很低 你買就即便你很衰 就跌回來而已嘛 這種就是積極低風險小的股票 111塊買進的2645 對不對 低很低的風險嘛 他值這麼大的底今天剛好突破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風險小的股票嘛 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道理嘛 那衛鋼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借過 我介紹過 可是這檔股票非常不好做 低級低 低級很低啊 威鋼啊 也是這樣子一個特色啊 這是我們自然顯標股裡面 所選出來的啊 3月25號買進了 我有一個千代會員 他買這個也是到很久啊 跟我抱怨 我那個九十幾塊買的 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跟波羅威很接近 但是因為低論不報價 美光現在不報價低論 低論看起來要漲啦 下半年是漲 所以它有低的價值 所以我們這個 現在進到哪裡 98.3元買進的威鋼 32600 表現得還不錯 那我剛才所說講的金工 金工是不是 就是要做準啦 做什麼都要什麼 鐵 榮鋼 類似5009 我今天買進的 它也是一個低級級突破 所以你看我今天買的股票 是低級級突破 像雷克那樣子的股票 50幾塊啦 5009 五十幾塊 來我們看一下 它的獲利能力怎麼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每一季都賺1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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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賺4塊多 1塊 這50幾塊 有稍微 本利比11倍還不到 10倍多 10倍而已 對不對 我當初買股票都用這種觀念 上次我不是告訴你1608嗎 一樣的道理 它賺2塊多 那時候才20幾塊 我那時候跟你介紹是22塊多 你知道它今天講的 市場上都有 我在這邊就跟你介紹突破 拉回 三波段走完了 你不要再追了嘛 那它是什麼 電膽的問題 台電電膽線 這個電膽線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做的 尤其現在要進入Wi-Fi7 高速傳輸的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就這一次 我們從很多方向來思考 我們上一次所做的試電 我跟你講說不要追了 對不對 太高了嘛 我們那時候買 才買150幾塊 我記得 你這不要再追了嘛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買才150幾塊 這邊162我記得 你看長得快要一倍了 你買它幹嘛 這個低期不低 你要講說這邊低期就低 這邊叫高級期 高級期的股票 真的是不要亂買 真的是不要亂買 那現階段的操作重心 可以說它內股 變動得極為快速 那內股 內股變動得極為快速的 這種情況之下 買對股票賺完天 買錯股票是沒明天 你們我昨天也講過 這個MV電概念股 很慘 最近也很慘 今天就是補賬股長來嘛 對不對 你們前幾天去搶的股票 台光電 我記得有 我有一個會員 他說老師 今天台光電有大力多 我們要不要去追它 我說這裡是景步 景線 已經跌破 這一支股票已經再見了 要上去要打底 那你昨天去搶 前天去搶 有利多嘛 禮拜一的時候 有利多你去搶 最低也要搶到這個427塊吧 那離這個景線多少 這個景線我們把它算一算 景線是482塊 450塊 還不到一層 那你去冒這個險幹嘛 你看他今天是不是有打路 打回原型 對不對 表示怎麼樣 你在看籌碼 這個籌碼已經是賣出得多了嘛 要不要人偷跑了 你不要亂買 對不對 很清楚 你就用這種分析的方法 一層一層的好像剝皮一樣 把它剝 你看這個 孫宏昨天大漲 今天就給你回跌 還好守住五路線 我們再來看漲的部分 維銀也是遇到這種問題 翔碩也是一樣 N31這個會破底 建築也遇到遇到 技嘉也會破底 廣印也一樣 力望破底了 其永我不跟你建議 我其永從40幾塊做到90幾塊 然後後來90塊做到 500多塊 快600我說不要再買了 這就是看你們要看的節目 不是每天都講漲停板 那個沒有用 你知道這些人股票有多少嗎 昨天指數漲這些人苦臉 苦瓜臉 為什麼 全部跌啊 大部分都跌啊 尤其買AI的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AI 深層式的AI 我就敢買洪海 要跑得快啊 你幾萬張你都可以隨便賣掉啊 你幾萬張都OK啊 容納得夠啊 對不對 你在股市要考慮到流動性的問題啊 指數越高 風險意識要越強 子股不能太多 最好集中火力 該賣的買 該賣的買 不該買的不要亂買 一買就套 一買就套 真的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了 你說你多貨賬 你看台光店前幾天不是很槍 掛了 不要亂搶股票 在這裡我們穩紮穩打 一步一步的根源 行情都掌握在我們的手上 雖然現在多頭行情 但是各股的量價籌碼都不一樣 歡迎你要提高投資勝利 歡迎你加入YES168 小老鼠創造財務 我都是做市場流行的東西 好進出 然後採取核心直股 高賣低買大賺小賠的模式 現在的投資朋友 盛盛堆積要加碼 不對 當場撤退 不給他套牢 股票套牢 你們現在假如套牢股票 很多股票都套牢在總統套王 我不騙你了 搞不好一輩子都沒有 很難 很難什麼 解套 當初你們買宏達電1300 跌到900說便宜買 跌到600說便宜買 跌到130說便宜買 跌到50塊說便宜買 跌到30塊 最低跌到30塊 就買喔 去買喔 你看圖你會嚇死我 我不在恫嚇你們 我在告訴你真理 你看我的節目要求進步啊 不要只要趕快 喔 這個老師掌停板 那個老師掌停板 到最後你去買看看套牢 我買股票 無黨股票 帶進一定帶出 顏色停損 遠離套牢 勾攻欺勢 不做十多頭 你用這種模式 你才能在股票市場 當長情書 當長勝金 我採取的策略 選股 樓期就是三立三升 毛利率 盈利率 賺利率 盈利率上來嘛 那一定賺錢嘛 一定賺機嘛 這就是基本的道理 講破不得題 你看我們這裡要順風順水 快速激動 隔日衝 三立衝 追求績效 長短輩子 花時積財 我每天在這裡講的都是真的 我不會亂講的 不是我的股票我也不會講 我吃肉雙人跟我說的 我們最主要是這樣 我們做這個節目要保護投資人 你看我的節目要猶猶守得 會進步 我的技術分析 三四十年的功力 我很少在講為什麼 它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講起來很多人都是錯的 觀念錯誤 我很簡單 我就跟你講用金線就好了 金線給你 你可來比八大法則 你會了就股票市場 就可以算是小學畢業了 你真的把它仔細看 然後波浪理論那是比較高級的 這個東西就是也一時講不完 每天在跟你講什麼 什麼戰法什麼板田戰法 那個烏手肉咖哩 板田戰法是誰你知道 是日本人的 他拿美國的K線講板田戰法 笑死我了 掛響頭賣口肉 真的是啊 真是如此啊 笑話啦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魔爾堅持用心選鼓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鼓策略 魔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魔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歡迎來電 02-2394-6168-2394-6168 魔爾堅持用心選鼓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鼓策略 魔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魔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2394-6168-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這個盤勢就是今天大概是100點的 期間震盪 今天週選擇前的協算 我們可以看到 你假如週期貨的話 你看它今天就是最低20804 最高到20892 你要怎麼做 一般來講這是先空再多 再空 來 我給你看這個 我們的軟件裡面 手呈現出來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我們的軟件 就是短體 手呈現出來的 你來看 我拿給你看一下 這個絕碎就是真實的呈現 我的信號很簡單 先多 先空再多再空 對不對 很清楚啊 它就用賺錢了 比你自己在那邊衝來衝去 你今天假如再去換空 這裡會這個打下來以後 再打下來很多人認為就掛掉 就跟你尬上去 你認為這邊多空了 就跟你尬上去 三波段尬完以後 這裡就是真正的換空點 就是2080以上就是一個換空點 下來反彈 逃命反彈 這裡又開始做支撐 因為今天是周顯則顯的結算 所以它也不會打到哪裡 外資本來做有多單 達到5000多口 昨天晚上偷跑了3000多口 所以今天再拉高有限 那它的控制就是 你要看2330嘛 2330今天最多有時候跌到7塊錢 現在沒有啊 表示它還是在互盤 明年就未必了 這裡的操作有它的困難度 我們良先講 一般人恐怕都不容易賺到錢了 何況是找專業的話 當然有機會了 所以你要找專業 你看這些股票都是補漲股 那原來的股票 漲多的股票全部在做回檔 你看字眼也是破底 很多人喜歡字眼 都買在三四百塊的 四百多塊 看到這個 很多人買三四四三啊 創意啊 我怎麼講 我1700就跟你講 很多人買4000Koy 我怎麼跟你講 我4000塊叫我買 我打死我就不買 為什麼 沒有那個價值啊 賺20幾塊 就是今年給 今天賺40塊 今年給它賺80塊好了 百利比幾倍 你自己算啊 也是50倍啊 把業績都做完了嘛 去年就做完了 這七年就做 差不多今年連三月份就做完了 做完的股票你不要亂講 又討勞一次 那麼現在整個趨勢是多 量價 個股的量價籌碼不一樣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裡賢股是自勝的觀念 你要提高勝利就是來參加我們 Lite Aid的生活籤 小老鼠YES168 我們一起創造財富 說真的 好的平台你要好好利用 有危險的地方我一定會告訴你 打了比較沒中情 你誰 我不會騙你啊 股票市場風險很大啊 你們買的股票都不賣的 上三萬點啊 賣什麼股票 沒問題 今天晚上 上三萬點啊 賣什麼股票 那還沒有三萬點到的時候 你已經震狂了 四千塊外就是這樣了 那最近有很多股票 這個所謂的融資追剿完了以後 又要小心一點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裡的操作務必要考慮到風險跟利潤 而不要為了利潤忘記風險 做對 趁心追心 做錯 當機立斷 不要套勞股票 套勞股票是一生的痛苦 股票你把它當作老頭 我買套勞了 就爆得越爆越痛苦 對不對 你騎到一個不好的老婆 你就越爆越痛苦啊 騎到好老婆越爆越好 因為她會幫我賺錢 我就更愛她 就這樣子嘛 一樣道理吧 我們買股票無檔 貸進一定貸出 賢涉停損 遠離套牢 一期是不做十多頭 買三利三生的股票 毛利利 盈利利 淨利利 就是表示它有轉機會賺錢 買低價 不要亂買高價 高價有它的風險 買低價 風險很小 又可以賺錢 就是利潤跟風險的考量 歡迎你參加加入我們 順龍 順水 快速激動 何日聰 三日聰 追求績效 常常備事 花時機彩 祝大家今天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祝明天賺更多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貸款 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